我覺得這是非常惡質非常可怕的事情 更何況加害者現在還是學校的校長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馬上建立心理機制 一定要來好好的調查 然後性騷擾的加害者一定要嚴懲 大家好 我是鍾淳欣 因為劉宇宇宇老師是因為我 對我有性心態性騷擾的過程 所以他才從雲林國小離開到雲林國小去做服務 那劉宇宇宇宇宇宇宙老師擔任 我從五年級的時候給她帶到六年級 從五年級到六年級 這性騷擾老師不間斷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整個六年級 其實不只我們發現有很多很多人都在那邊補習 那她一台車裡面就載了六個學生 他就是那種营造出青年返鄉服務 很優秀 很厉害的那种态度来吸引家长 然后还到府去帮你接孩子 那他在我们 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两个人做前座 同时还有四位还是五位男同学做后座 那下一页谢谢 那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那一天 那一天老师就不让我下车 他一整个人八卦 保护架子做整个hunting 让我整个人倒在上面 然后我那时候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双脚膝盖上来 保护我自己 我也把梳包背在我身上 可是他就一直上下气的时候 一直要亲吻你 叫你跟他接我这样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第二位受害者 那我简单迅速一下我的释法状况 当时我国小三年级 我就读研底国小 刘逸晨老师从云林国小被转调来到原品国小 我的家长就是请他来家里教我 我当时三年级 然后他还有一个一年级的妹妹 我们差两岁 所以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 房间里面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他一开始上课都是 我们的书桌是并排的 那就是我就是妹妹 他就坐在中间 但是他上几次课的时候 他开始会把我们抱在大腿上面上课 那抱在大腿上面上课的时候 他可能会靠着我们的耳朵很近很轻声的讲话 或是握着我们的手 教我们写字 比较常就是抱着腰 揉腰 捏腰 因为我们的他请妹妹去帮他装水 因为饮水机在房间外面 然后妹妹去装水的时候 他抱着我 然后 他 妹妹一出去 他就很用力把我的身体转面上他 然后直接就是用力压着我的后脑 好 就直接亲我 然后把他撕落伸进我的嘴巴里面 我必须要讲 这几天我们之所以要开记者会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加害者 我们支持你 要勇敢的说出来 然后我们也会寻性贫机制 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当然 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两个案例 我觉得这样子的狼狮 我们怎么可以让他还在学校任教 所以应该予以庭权调查 特别是我刚刚听到的 有国小三年级的 甚至于国小一年级的 都可以遭受这样子的性骚扰 甚至于是对未成年少女 这一定要负起法律责任 我们可以给予锁下去的 希望没市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